往往是什么状态呢 一读就明白了 读完之后什么感觉都没有 啥没品出来 就好像 我这个好像是写日记一样 对 像好像比如说给你听一首歌 那这课听完之后没有任何触动 心里没有任何触动 看一个悲剧的电影 看完之后没有难过的感觉 看个喜剧电影没有开心的感觉 就是你没有感动 也没有被触动 因为什么 因为这里的这些细微的东西 你没有品尝到 是这个原因 所以说这种诗 你难读 是也难讲 因为什么呢 就是不是说它本身难 是它想读明白难 这个杜牧 写七言绝句还是很了不起的 特别擅长 你回去考虑一下 它有好多的诗 都是这种七言诗 然后你有小李渡 它是小李渡 晚堂的时候 他和李商也号称的叫小李渡 小李渡不是白教的 你去你回想一下 就是杜牧的诗啊 你可能背的甚至比李白都多 这诗诗其实很多的 它对手特别简单 几乎是杜牧最有名的一首诗了 清明时节 雨纷纷 路上行人 欲断魂 这是一连是吧 一上一下 这是一连 然后是下一连 先看这一连 这一连 一下就能知道 字面意思没有任何难度 是吧 但是它到底在写什么 这是问题 就字面没有任何的难度 就像 你看就像什么 松下问童子 岩师采要去 只在此山中 云生不知处 没有任何的字面的难度 但是它到底在写什么 你到底能不能品得透 这是一个问题 你看 它说清明时节 雨纷纷 首先清明 清明这个节日是什么节日 扫墓的节日 扫墓的节日 但是你不要忘了 清明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内容 叫踏清 所以在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 一讲到清明 不仅仅是要祭祖 而且那时候的所谓的祭祖 它也绝对不是一种说 淒淒惨惨 卑卑凉凉 很悲伤的一个事情 不是的那种感觉 它是说我们对祖先的一种怀念 你看我们中国的 这个节日 我不能说所有 几乎所有 几乎所有 所有节日背后 似乎都有两个字叫团圆 你想象一下 春节 是吧 然后像中秋 包括清明 像专舞也好 往往都会有一种 不管什么活动 活动背后往往隐藏着 都是在一起的 那清明十节 与孙孙 路上行人一段婚 与孙在一会儿我们回头再讲 路上行人说什么 说明什么 他自己也算那个行人 作者 他肯定是在这个行人中 对吧 他肯定是在这个行人中 当然也有可能 他在家里看着外面 看着呢 挺帮人在外面走 我已经在家了 你不排除这种可能 但最大的可能是 他也在行人之中 然后才会有什么呢 欲断魂 因为断魂 这不是一个很 它是一种很重的一种情绪 你能明白吗 断魂断魂 它是一种很重的情绪 而且绝对不是开心 但是它不是那种说悲痛 是吧 它不是那种悲痛的 但是绝对是一种 很灰色的一种情绪 而且呢 加上断魂两次 就是一个很浓重的 那种灰色的 不开心 不开心的那种感觉 是吧 他在其中 那反过来讲 在清明这样 本应该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却在什么 路上做行人 这样你就能 你就能理解他 为什么会有这么重的 这种情怀的 是吧 他小焦的 然后我回过头来解释 这个雨纷纷啊 你脑子里想一想 你看过不少书了 纷纷这两个字 用来形容雪 和它用来形容雨的时候 好像不一样 比如它说大雪纷纷 有没有那种感觉吗 但是如果说小雨 用它的时候 往往是小雨纷飞 有没有那种 想一想 是不是那样 就是纷纷这个词 当时形容雪的时候 往往是指大雪 但是呢 当它来去形容雨的时候 一般不用纷纷来形容大雨 这也符合清明时候的那个状态 对吧 你说 我感觉 我觉得他好像觉得这些雨打得在心里 很难受的感觉 你有这种感觉是吗 你说的 对的啊 对的啊 在这样一个清明时节 本应该和家人团聚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时候 我怎么有没有和家人团聚 没有 没有和家人团聚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天气特别好 也行 你这边雨纷纷 这个纷纷除了在形容天气之外 还映射了它怎么样 它的感觉 就像一刀一刀的感觉 对啊 非常非常准确啊 就是这个纷纷两个字 不仅仅是形容雨 也是形容它内心那种纷乱 召集回家 对 然后呢 本身这个时节 我召集回家 还下雨 更让我心里的烦 感觉低低 倒一倒 倒没有那么夸张 反正总是让我越来越烦了 是吧 这就是头两句的 情绪上的背景 所以我跟你说 为什么说这个 不太好读呢 一下就读明白了 但是到底它在写什么 你可能是就没注意到 那后码就好减 对了 借问九家何处有 木童摇指 性发送 这里都妙的地方 首先第一个 在这一连的第一句里边 借问九家何处有 没有说问的是谁 这个木童这两个字啊 既回答了上面一个问题 你问的是谁 又承接了下边这一句 它给你回 它给你这个指向的是哪里 看明白吗 就是木童这个两个字 它既是上一句的内容 也是下一句的内容 这是这个 这两句是妙的地方之一啊 第二呢 这个摇 在这里边 你认为它指的意思 是不是特别一个 在那遥远的地方 不是 它不是什么 那很近吗 也可能是在它心里 认为那个地方 那它这种摇指啊 它这种摇指 其实是一种动作 是吧 但是它仿佛 它指的这个地方 就是说你 一看这一句话 仿佛你就觉得 这个地方好像若眼若现 就它指的那地方 感觉若眼若现 肯定近不近的不近 但是那远不远的 又没有那么远 有那种感觉 哦 这个也就昏迷昏暗的 对对对 所以说它这个摇 这是一个它用的 非常好的一个字 我刚觉得下面好解释 因为一碰到酒 就是借酒消愁 很少日记 但是也有借酒 然后这里边这个杏花村啊 就是说木桐摇指杏花村的杏花村啊 你需要注意一点 你需要注意一点 第一 它指的那个地方 按照我们普通的就是说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话 可能这个酒店在杏花村 何处 酒家何处有嘛 可能这个酒家在杏花村 是吧 另外一个可能是什么 它叫杏花村 这个酒店就叫杏花村 这是不是你第一个本能的想法 但是 完全有可能不是 就是这个杏花村这三个字啊 完完全全有可能是杜木心中的那种感觉 在这样的背景下 去找个酒家 他要干什么 喝点酒 喝点酒是直接目的 那间接的目的是什么 避避雨 呃 呈呈凉 不是 呈呈凉 让自己的心情也平复一下 找点乐的是吧 借酒像你说的 借酒消愁是吧 嗯 这个杏花村应该是他心中理想的那么一个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 嗯 有这样一个像杏花村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 那他叫不叫杏花村 不一定 可能没有杏花村 可能那地方当你一看 这叫王家老店 完全有可能啊 也可能叫大酒店 这都背不住 这这这都不一定了 嗯 所以说就这个地方 不要去认为这这这这就是那个地方叫杏花村 嗯 这这这这这是读诗不要叫这儿的地方啊 嗯 嗯 然后还有呢 你看冲天啊 嗯 就是 两连嘛 嗯 两连你看写这种绝句也好啊 还是这种 就是只要是四句的诗啊 只要是四句的诗 嗯 不管是五体式还是这种绝句啊 啊 往往啊 嗯 这是分上下两个部分 嗯 这上下两个部分呢 有两种情况 嗯 用第一 用第一 第一连 给你做一张画的背景 嗯 然后呢 用第二连 在那上面给你去点金 比如说我画一个树林 嗯 我用前两句画一个树林 嗯 画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树林 但是在这个树林里面我画什么样的鸟 你是不知道的 嗯 哎 我在后一连这两句比方一转 有可能我画的是一个非常光坏的鸟 有可能我画的是一个非常雄壮的鸟 有可能是一只雄壮的鸟 对对 不一定 不一定 这是就是一个是画面的背景 然后呢 用后两句在这里边就类似于做点睛一样 画龙点睛 哎 我我到底画成都不一定 嗯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结构什么呢 就是一开一合 嗯 仿佛是两个部分 以后我们会讲到这样的事啊 就仿佛是两个部分 这两个部分呢 没有谁主谁赐 是谁来点睛 谁做背景 没有 嗯 但是呢 它两个放在一起就像剪子一样 嗯 这俩放在一起 哎 作用就出来了 你用剪子是两块是吧 你光有 这个左边和光有右边都不行 必须它俩放在一起 整个这个四句话的意味能出来了 OK OK吧 有没有 谢谢大家